最新的娱乐资讯 最全的娱乐分析 最爆的娱乐看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鱼与鱼 金星一直都有一个嘴独耿直的称号 他曾经首次过很多明星 批评现在的流量明星小鲜肉 公开抨击撒鼎鼎假唱 只要金星看不过眼的就会直接吐槽 很多大牌明星都难逃金星的独嘴巴 金星怼变了大半个娱乐圈 但是有四个明星 金星在他们面前却始终客客气气 前三位是因为喜欢他们的才华 最后一位完全就是因为不敢 一 杨幂 大家都知道金星身上最显著的一个标签是毒蛇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娱乐圈其实也有他不损的人 那就是杨幂 和杨幂在一起的金姐 那叫一个善良 网上曾经流传着中国达人社的录制花絮 视频中是一大批杨幂粉丝在节目录制结束后 冲着舞台喊口号 杨幂粉丝的口号听起来还有些羞耻 是寻寻觅觅 不离不弃 光是透过视频都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尴尬 在现场的金星老师就更不用说了 听到吼叫声后 他迷惑地站起来 看了杨幂粉丝群一眼 然后顺势当起了指挥家 边做手势 边是以粉丝喊整齐 跟玩粉丝一样 粉丝不知道金星老师的举动是善意还是暗讽 正迷茫时 杨幂一个举动就化解了尴尬 他超爷们的勾起金星老师的脖子 按住他的手 顺势就把他往后台带 半个眼神都没有留给粉丝 整个过程浑然天成 金姐也没生气 走着走着还把手搭到杨幂的腰上 两人闺蜜情深地离开 也成功化解了这个尴尬 视频被放出来后 不少人都觉得有些神奇 金星脱口秀节目还在的时候 他就不点名地暗讽过圈内好些明星 杨幂粉丝的举动其实也在修饰范围内 金星却双标的不计较 可见两人关系之好 而杨幂之所以在金星吐槽范围之外 说起来还和他二女儿还有邓超有关 金星秀还在的时候 金星就讲过自己和杨幂的缘分 说自己虽然知道女儿喜欢杨幂 但一直都信了网上的传言 差点因为杨幂拒绝邓超的第一部自导自演电影 而后因为邓超的劝告 才答应和杨幂一起演戏 然后发现杨幂本人其实不坏 反而很随和 认真敬业 节目上金星还帮杨幂澄清缴臭传闻 说自己大夏天在杨幂边上坐着 人穿着大拖鞋也一点都闻不到臭味 说完金星还告诫观众 没见过本人就别对任何人有偏见 认识杨幂后金星发现 两人招黑的经历一模一样 被误解过程也差不多 觉得两人同病相连 之后金星也把杨幂邀请到了自己的节目 两人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好 当然除了第三方的周旋 让金星与杨幂玩在一起 也有杨幂本人的原因 曾有去过中国达人秀节目录制现场的粉丝自曝 在录制现场的时候 杨幂就对金星很好 称她总是和金星老师撒娇 还帮人家弄头发 该粉丝还感慨 她一撒娇我心都化了 可见杨幂与人相处之随和 杨幂开得起玩笑 照顾得了人 人气还很红 也难怪金星老师不忍心吐槽了 二 赵丽颖 2015年赵丽颖拍摄《花千古》 她成为爆款明星 成名的赵丽颖也没有骄傲 还一直在努力 赵丽颖曾拍戏 不小心从楼上摔下来 她还是早上八点化妆 我是十二点收工 就这样从此留下了病根 就算留下病根 赵丽颖拍戏从来也不要用替身 在拍摄《楚桥传》时 要求不用替身 被拖拽戏 翻滚戏 一点也不参加 如今 赵丽颖凭借着自己的演技 再加上可爱的外貌 收获一大批粉丝 大家都称她为银宝 在上金星的档节目中 金星突然问赵丽颖 如果有人出五十万 邀请你一起吃晚餐 你会去吗 赵丽颖笑着回复道 这要看是谁的邀请 如果这个人让我满意 我可以请她吃饭 如果这个人不怎么样 我会给她一百万 让她离我越远越好 赵丽颖不但长得漂亮 回答也是让人挑不出毛病 金星也特别照顾丽颖 三 许晴 从2014年开始 因为在真人秀《花与少年》上 许晴惹惹下了诸多争议 被万众期待能上一上金星秀 被金星当面撕一撕的小工具 一上来就相见欢 嘘寒问暖 夸人家是动灵美女 提问的时候还顺便表明心计 我把我的态度表明了 想看我守思她 下辈子的事了 金星 甚至聊天到最后 金星还专为许晴公主病逝的娇媚大法 炮制了独门鸡汤 差不多就是站在许晴的立场上 为她发生暴物评了 那为什么金星不忍守思许晴小公主 还成了拜公主教议员的呢 因为许晴太美了吗 有网友看后这么评论的 很多人说许晴矫寝公主病 其实我想说我要长这样比她矫情亿万倍 但是金星见过的美女多了去了 这个理由奉上金姐绝对甩你一个白眼 还有人说因为意气相投 两人都比较真性情 听上去也蛮有道理的 金星姐是狮子女 许晴是水瓶姑娘 这两人都是属于坚持自我本贞的款 不管是做情侣还是当闺蜜 都是一拍即合型的 也有人觉得是金星也是圈内人 更了解真人秀的制作内幕 所以更懂得许晴的委屈 这个理由也有一定道理 深谙综艺节目制作潜规则的金星 其实最懂如何给一个节目增加话题和爆点 在明星户外真人秀爆棚的当下 为什么花与少年能够成为旅游类首屈一指的人气节目 关键就在于导演文案和后期剪辑手 在议程设置方面的高干 这个团队很明白如何剪出人性冲突 和如何设置争议话题 从第一季的花哨张汉的大哨一作风 到连着被坑了两季的许晴公主病 都带着很强烈的人为制造痕迹 但观众确实就喜欢看这些不同个性人设带来的私逼大戏 和朋友圈晒照片 秀出生活最美的一面不同 真人秀的剪辑手走的是神丑路线 24小时的录制播出来两个小时 中间会过滤掉多少美好的一面 而努力放弹那些让我们兴奋的黑点呢 和同性质的花样姐姐比后者弱势的地方 不恰恰在于主角们太完美 完美到不真实吗 金星也是这么说的 大家都要求我去手撕许晴 我就去找了节目来看 结果我被她拽过去了 就她在真人秀状态里面 这叫真人秀 不是演电视剧 然而以上种种 还真不是许晴 能让金星不思她的理由 我觉得答案的关键 在许晴的这段话里 我一直是生活在18岁16岁 长这么大 一直在一个爱的怀抱里面 我可以选择我的朋友 我的工作 我的角色 全是我在选择中 所以都是爱的 而这个才是击中 女力主义者金星的最大致命点 穷奇一生 不管是当初站在舞台巅峰的 男生女魂的舞蹈家 还是如今靠嘴发声 为女性说话的民主持 金星作为中国最有担当的 跨性别主义者 一直以来努力的人生目标 不就是追求可以自由 选择生命方向的人生真谛吗 四 寒雪 寒雪高冷 一方面来源于 她本人冰闪美人的气质 一米七的曼妙身材 一张禁欲系高级脸 十分有距离感 另一方面则来自于 人们津津乐道的 寒雪过硬的家世背景 其实关于寒雪的家世背景 寒雪本人也回应过很多次 也在本人微博 直接晒过爷爷的军工章 网络上流传的寒雪爷爷 是大将军 外公是电视剧 亮剑李云龙的原型等等 之类无从考证 但是寒雪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 却是事实 从小家教严格 因此寒雪也有自己的三部原则 不拍吻戏 不把自己当圈内人 不和圈内人谈恋爱 不拍吻戏这样的原则 在现在的娱乐圈看似不可思议 但是娱乐圈 确实没人敢对寒雪的行为 提出任何疑意 要知道 早年寒雪拍戏 可是有爷爷的警卫园叮烧的 看到这种架势 谁还敢为难寒雪呢 居然家庭有警卫员护身 是很正常的事情 剧组看到寒雪带着警卫员 她的家事背景 也仍尽皆知了 早不是什么秘密 但也许寒雪家级别较高 至今为止 也没有确切的家庭背景信息 保密盛言 有一次寒雪参加一个真人秀 因为不敢生吃蚯蚓 而被批公主病 有名的毒蛇精心 也趁热打铁批评 不要以为真人秀的钱就这么好挣 不吃蚯蚓去干嘛呢 去当被扫啊 对此 寒雪也在微博喊话金星 是第一个敢正面回应金星的女星 面对寒雪的正面回应 金星的语言从刻薄变成了调侃 火力瞬间从寒雪身上移开 转喷网友没脑子 看来寒雪真的不好惹啊 都说寒雪是娱乐圈为数不多的干净女星 潜规则什么的都绕着她走 的确寒雪过瘾的背景 给了她一个无形的保护伞 大家都觉得寒雪就是靠家世上位 妥妥一个花瓶 殊不知这样的家庭背景 也意味着绯闻炒作与她无缘 她注定不能成为杨幂那样红透的明星 好啦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关注